作为世界上唯一一艘非美国海军立下的核动力航母 戴高乐号自诞生以来就饱受争议 比如造好了才发现甲板长度不够 首次把剑把螺旋桨丢到了大西洋海底 航母习防疫开机 整个舰体跟着抖等等等等 如果说以上只是缺点 那下面这条就是耻辱了 在二弹之后建造的所有航母中 戴高乐号的航速是最慢的 不过从战力方面来看 戴高乐号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比如它的舰载机数量在满载水超过40架 可以连续7天保持每天100架次的出动率 配合阵风M舰载机 4万吨的戴高乐号 也能跟10万吨级的航母一较高下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聊聊 这艘守护法兰西的戴高乐号 戴高乐号航母1989年开工建造 1994年5月下水 2001年正式服役 一艘4万吨航母硬生上折腾了12年 速度慢就算了 质量也没保证 2000年11月 戴高乐号进行首次远航训练 开赴北大西洋地区 最终抵达美国诺福克海军基地 不幸的是 在高速航行时 戴高乐号航母一个螺旋桨断裂掉入海中 其他三个螺旋桨也出现了震产现象 为了避免螺旋桨彻底玩完 戴高乐号只能降低航速 返回法国进行维修 俄罗斯消息报也曾报道 戴高乐号航母的洗衣机和舰体 存在共振问题 一旦保洁阿姨展开全负荷清洁 整艘航母都会跟着颤抖 当然了 一生只是戴高乐号欢乐时刻的其中之一 最惨的还要数它的航速 其最大设计航速仅为27节 不过航母不可能空船出海 所以在实际使用中 航速最多只能达到25节 荣获二战之后最满航母的称号 如果只看以上特征 这艘核动力航母确实有些拉快 然而实际上 戴高乐号的战地并没有因为这些 而受到丝毫影响 戴高乐号可以搭载固定翼预警机 上面的舰载机可以做到满油满蛋起飞 之所以名声不好 主要还是核动力的问题 戴高乐号是世界上唯一一艘 非美国海军地属下的核动力航母 只是其核动力与美国的航母完全不同 法国发展核动力航母的原因 主要是克莱蒙索级的性能不行了 法国海军规划戴高乐号的时候 两艘克莱蒙索级航母 投入使用才十几年 还远味到传统上的更新换代之势 只是克莱蒙索级比较狭窄的甲板 已经没办法满足下一代高性能舰载机的上舰需求 阵风M舰载机最初的上舰测试 就在克莱蒙索号航母上完成的 对于这点 法国深有体会 此外 法国选择核动力也多少有点赶时髦的原因 当时英国海军计划的CVA-01航母 与苏联海军的奥密尔都是核动力方案 没办法 核动力航母的好处实在太多了 动力强 占用内部空间少 续航力几乎无限 还节省了锤油罐 全部保障给舰载 不过当时的法国没钱 也不打算单独沿制一款水面舰艇专用的核反应堆 于是选择了凯旋级核潜艇上的K-15核反应堆 只是潜艇受纳压壳限制 内部空间小 反应堆尺寸小 功率呢也小 而且核潜艇反应堆 优先考虑的是紧音性 而不是动力输出 把核潜艇的反应堆装在航母上 就会出现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维护方面也更麻烦 核潜艇的反应堆的燃料风度较低 不到十年就需要更换一次燃料 而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 却能够使用25年 最新的福特级 更是50年不需要更换燃料 这就导致使用成本增加 降低出勤效率 只是法国之前 铁乐心要建造核动力 使用成本 出勤效率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至于核潜艇反应堆功率小的问题 也不是不能解决 功率小呢 那就多上几台 就比如美国的企业号航母 上了8台ARW和反应堆 而按照原计划 戴高乐号上应该搭载4台K-15 满载排水量在5万吨上下 但是后来预算审批的时候 国防部不干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出现了石油危机 欧洲国家都面临着 二战后第一次的经济低迷 而一艘戴高乐号 竟然要用掉四艘 凯旋集合舰艇的反应堆 那肯定是不行的 得砍掉 如果不是法国的国防自主政策 确实需要这样一艘 具备全面打击能力的航母 戴高乐号到现在 都只是一张图纸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多次修改后 1987年戴高乐号才动工建造 不过已经被削减的不成样子了 只搭载两台核反应堆 排水量3万5千吨级 加上作为辅机的四台柴油机 总功率76200马力 还不如之前的常规动力航母 相比之下 美国海军8千吨级的 斯普鲁恩斯号驱逐舰 总功率输出是8万6千马力 比戴高乐号排水量还小一点的 克莱蒙缩级航母 功率是3万6千马力 这就导致戴高乐号的航速很低 最大设计航速27节 不过在实际使用中 最多只能达到25节 也正是因为戴高乐号动力不足 这才引发了后续一系列问题 因为动力不足 戴高乐号的满载排水量 必须控制在4万吨左右 吃水再深一点 航母就跑不动了 而按照原本的计划 戴高乐号的满载排水量 在5万吨上下 这就意味着航母要大量减重 这导致非核心区域的结构强度削弱 出现了洗衣机 引发航母共振的问题 戴高乐号第一次海事时 螺旋桨脱落 除了螺旋桨质量不行 也有一大部分原因 是大轴的异常震动 吨位减少 导致戴高乐号的甲板长度 也有所缩减 当时法国为戴高乐号航母 购买了4架美国E2鹰眼预警机 单价高达2.51美元 又花了1200万美元 购买了美国研制的蒸汽团射器 但后来试航时才发现 戴高乐号的飞行甲板太短 无法正常起降E2 于是大高乐号 在进行舰载机测试后 就直接返程改造 法国又花了500万法郎 将大高乐号的斜角甲板 在尾部延长了4米 降落区总长度达到195米 刚好满足E2拦阻降落的 最低限度 同时因为大高乐号甲板 总长度有限 法国放弃了舰载机 同时起降的战术要求 但即便这样 起飞区的长度还是不够 于是法国又从弹射器上面下手 靠提高功率输出 来弥补加速度 大高乐号上搭载了两具 美制C13蒸汽弹射器 属于法国海军的定制版 弹射器形成只有75米 只有原版四分之三的长度 美军航母上是99米 功率更高的代价 就是检修间隔缩短 而且法国海军的舰载机 还有一套独特的 前起落架抬升装置 在舰载机脱离甲板的时候 通过让机头抬升 来更高效的转化维生力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既然大高乐号的问题那么多 那它算不算一艘 失败的核动力航母 其实际战力如何呢 对于法国来说 就算是大高乐号航速慢 检修间隔短 飞行甲板短 也绝对不是一艘 失败的核动力航母 大高乐号虽然偷懒 采用核潜艇的反应堆 导致速度慢 但始终是核动力 并且采用了弹射器和阻拦锁 舰载机可以做到满油满蛋起飞 也可以搭载固定翼预警机 战斗力并没有受限制 就算是碰到10万吨级的航母 大高乐号也能拼一下 作为一艘中型航母 大高乐号在满载时 舰载机数量超过40架 包括最多34架阵风M 3-4架一二空中预警机 4-5架反潜直升机 导致上层建筑后方处 设有两具升降机 飞行甲板尾端 则有三组降落阻拦锁 与一组在紧急时使用的拦截网 并且配备了全自动航空母舰降落系统 光学辅助降落系统 和极光辅助降落系统 舰载机以每小时275公里的速度降落时 可以在75米内顺利停止 大高乐号的两具弹射器交互使用时 每30秒就可以起飞一架舰载机 并且在12分钟内 让20架舰载机降落 在实际作战时 阵风M可以很好的执行空战 对地攻击等任务 机上的13个外挂点中 有7个可携带对地攻击武器 具有较长的作战半径和火力输出能力 可对敌方造成有效的打击 在防御方面 大高乐号配备了四座六连桩的锤发 可以发射32枚紫苑15防空导弹 八门20毫米防空机炮 两座六连桩萨德尔进程防空导弹发射架 也就是西北风导弹的舰载型 除了这些 大高乐号还装备了雷达干扰机系统 他们在以航母为中心的15公里内 形成层层保护 而阵风M则负责中远距离的保护 所以大高乐作战能力并不差 这是法国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 拿出的最优解 至于后来大高乐号跑不快 也没什么大问题 在地中海那一块 还没有人敢撵着大高乐号跑 就算是与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对比 大高乐号的战力 也对得起满载4万吨的排水量 在出动率方面 大高乐号能够持续7天 保持每天100架次的出动率 而卡尔文森号能够持续4天 保持每天239架次的出动率 也就是说 大高乐号基本能够达到 卡尔文森号战力的42% 作为一个中小型航母 大高乐号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出动率 主要还是占了机型统一的优势 舰载机型号高度统一 全是战风 鹰眼和直升机 而美国航母已全是F14 大黄蜂 A6混搭机群 这些年超级大黄蜂还没有统一甲板 又迎来了F35 在弹射和后勤保障方面的负担相对较大 此外 大高乐号的舰载机可以高效运作 还有飞行甲板面积相对较大的原因 虽然大高乐号的飞行甲板并不长 但是增加了船体两侧悬台外扩的幅度 飞行甲板面积有1.2万平方米 而库兹聂佐夫号是1.48万平方米 但是后者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67500吨 而且大高乐号粗短的船身 反而比高速舰行提供了更大的储备福利 和航行稳定性 大高乐号的机库面积也有4600平方米 比排水量更大的俄罗斯库兹聂佐夫号航母 也就差着一套大别墅 正是因为战力不弱 在对外作战上 大高乐号也能满足法国的需求 大高乐号使用核动力 续航力理论上没有极限 急速的减损换来的是性能的精进 大高乐号筹载一般有120吨粮食 3400吨燃料 燃料的储备则可以让航母维持7天 每日100架次的飞机出行任务 而且海外部署时 大高乐号通常会有艘船游轮伴随 每周进行一次燃料补给 据法国军方统计 大高乐号航母战斗群从土轮出发 在22节航速下 进苏伊士运河 仅需8天即可到达霍尔木兹海峡 22天可抵达好望角 对于法官来说 这些性能已经足够了 大高乐号第一次参与作战任务 就是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为了协助美军进攻阿富汗 大高乐号与随行护卫舰队 首度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 在2001年12月9日 到达巴基斯坦 卡拉吃南方海域 在美军主导的攻击行动中 大高乐号上的舰载机 至少进行了140次的侦查与轰炸任务 2013年12月 大高乐号被派往非洲西海岸 支援法国在马里和中非的军事行动 2015年11月 大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前往波斯湾 并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波斯湾的演习 2021年4月 大高乐号被派往地中海东部 以支援法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2024年4月 大高乐号首次接受北非作战指挥 在地中海执行为期15天的任务 就实战情况来看 大高乐号的性能并不差 再怎么说 大高乐号也是少数拥有蒸汽弹射器 协助起飞和阻拦索 协助着陆的航空母舰 虽然中间出过不少闹剧 但是有限的军费 贫弱的动力 加上船台设时的限制 决定了大高乐号只能是这么大体量 剩下的就是射击师的功力 和主要性能上的取舍了 为了让大高乐号具备有效的战斗力 法国可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至于大高乐号上所出现的问题 法国只能在下一代航母上改进了 大高乐号比原本预计的服役时间 足足晚了5年 进度延误所造成的损失 成为法国财政上的一个黑洞 而法国海军一般采用同时 拥有两艘航母的编制 确保其中一艘进场维修时 还有一艘可以执勤 这也意味着除了大高乐号之外 法国海军还需要建造另一艘航母 才能完成理想编制 只是由于大高乐号的价格太贵 法国政府并没有打算 兴建另一艘同级舰 2004年 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宣布放弃核动力 计划建造一艘中型常规动力航母 满载排水量7.5万吨 理论上 这艘航母的最大航行时间 运载能力完全满足法国海军需求 但由于在甲板布局和弹射技术方面 没有明显突破 综合性能与同期的 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相差甚远 这一计划遭到隔制 不过在2018年 法国首次提出新一代航母计划 并转向采用核动力方式 2020年10月 法国海军正式确定新一代航母建造计划 并表示其性能较大高乐号 将有较大提升 法国的新一代航母 满载排水量7.5到8万吨 建长310米 加拌面积1.7万平方米 将装备两台K22型和反应堆 性能比大高乐号航母上的 K15型反应堆提升约46% 同时舰体采用穿浪手设计 舰尾增射轻切突出步 使得舰体阻力大大减小 航母最大航速可达到30节 解决了大高乐号 一直为人诟病的航速过慢问题 舰载机方面 新一代航母将搭载30架 至40架舰载机 虽然较大高乐号的航母 舰载机数量没有明显增多 但胜载性能更先进 将搭载法德联合研制的 第六代战斗机等 同时还有一定数量无人机 总体作战能力大幅提升 此外新航母还将安装 电磁弹射装置 从而提升舰载机的触动效率 总的来说 作为欧洲唯一拥有 核动力航母的国家 大高乐号并不是一艘失败的航母 在建造新航母之后 这一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7.5万吨的核动力航母 足以弥补大高乐号的一切问题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法国的下一代航母 什么时候能够亮相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